法國社會黨和他的左派盟友控制了法國國會參議院 這是法國現代史上的第一次 法國反對黨社會黨宣布在星期日參議院的選舉當中獲勝 這使得總統薩科齊在外界預計他準備宣布競選連任的時候 在參議院當中失去了多數席位 社會黨目前控制了參議院的177個席位 比取得絕對多數所需要的席位數多出2個 很多人將社會黨的勝利看成是保守派薩科齊和他的政黨人民運動聯盟的一大挫敗